市長最近捷運上有乘客常常因為博愛座起床 特別是這一兩天特別嚴重 有評審就建議說市長要不要乾脆被博愛座 然後也有人說這個博愛座當初設立的原因 是為了紀念蔣中正總統事事要發揮博愛的精神 市長覺得要不要怎麼回事 我想博愛座的設置其實是依據中央 身體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及交通部 有一個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的規定 來辦理 當然我想最重要的博愛座它是展現一個城市的溫度 以及人情味 那我們也不希望享受個案來掩蓋或者是影響到多數人他們的善意 所以其實在前一陣子發生這些爭議事件的時候 中央衛福部會看到有相關的研議修改相關規定 比如說他們希望將老肉婦孺修改成其他真正有需求者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善意禮讓的文化 是要發自內心而不要成為道德綁架 可能有需要但只是你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還是很希望能夠跟所有市民朋友一起努力 來發揮台北市這樣的精神 不過市長現在網路上很多討論 然後甚至有網友說國愛座變國籍座 所以北捷有沒有比較具體可行的辦法 短時間內 衛福部在進行相關研議修法就是希望能夠將老肉婦孺 放寬到其他真正有需求的人 北捷也正發函給中央主管機關來討論相關法規以及爭議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很願意來進行溝通討論 也把第一線實際的情形 跟中央主管機關一起交換意見 取消博愛座這樣的做法 但北捷他們的說法是說他們沒有辦法單方面來做取消 只能加強宣導 那未來在這方面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改善的方案 好的確是這樣子 因為在身心傷害權益保護法裡面第53條 有規定是要設立博愛座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可能還是有其他需要的人 所以大家也在上一屆立法院在上一屆有做援議 希望是不是能夠擴大到實際需要的人 這樣的一個對象 那但是因為沒有繼續審所以這起就不審 所以我們這一屆我們相關的業務單位 會針對這個問題 在繼續的演繹怎麼樣讓我們這麼有社會愛心 給需要的人可以做這件事情能夠做得更圓滿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法令或者規定來演繹的更周全 那會演繹的方向是會有強制性的導向嗎 應該應該大概沒辦法強制性但是我們會會把會有點像日本的優先席 也許也是可以採取的他是一個優先的對象 那我們都可以吸取各國的經驗來做我們 讓我們台灣在這個博愛座這樣的一個精神 能夠真的更加的符合需要的人 那所以廢除博愛座不會在選項裡面 應該是不會在選項裡面 不會廢除 不會廢除這個有需要的人讓他能夠有優先來得到一個位置這樣子 這個是應該不會廢除的 博愛座有設立的必要嗎 廢的 不要移老賣老 我也70歲了 不要覺得誰都要讓你 沒有人欠你 欠你的是你兒子 需要人家讓 你叫你兒子買部車子 都不用讓 70歲的知名作家李楊最近在臉書發文說 自己搭捷運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想請三位年輕人讓座給他 可是這三位年輕人其中兩位不但不讓座 而起來擺演他 另外一個說自己也身體不舒服 所以要坐在博愛座 結果呢文章一出引發兩派人馬的一個爭論不休 那到底現實生活中民眾又怎麼看博愛座的呢 覺得博愛座應該是給誰做的 博愛座有需要的人做 博愛嘛沒有敬老嘛 給有需要的人做喔 不是老人家就可以做 是有需要的人做 有的老人家身體還很健康為什麼要讓他做 對不對 不要移老賣老 我也是70歲了 可是我就不覺得是需要讓 不讓我是正常的 如果他是老人家 比較站不穩的會讓啊 對對對對對 通常看到都會啦 但是沒有說一定只能給老人家做 應該是給有需要的人做吧 所以不一定是老人家 當然當然當然 如果身心有殘疾或者是孕婦之類的都可以做 個人身體不舒服也是可以做 對 所以不侷限於老人家 應該有需要的人或不舒服的人都可以做 然後看到孕婦老你就先讓位 有時候身體有什麼問題的或者是孕婦什麼的 真的是有需要的就給啦 不一定看年紀啦 大家都可以做啊 對 你會看到需要還是會來 我自己會做 就是假設說如果真的是 就是 有老人家要上來或是孕婦的話 我還是會讓他做 可是如果說那個位置空著沒有人做 我還是會去做 那你覺得博愛座有設立的必要嗎 你要我講實在的嗎 廢的 那一些老不死的在那裡張牙舞爪 沒有 變成好像變成天經地義一樣 他們把博愛座的定義弄得太 你們弄得太狹隘了 年輕人上班下班 捷運 或者公車 那麼長的路 人家他們也是靠著那個時間在休息 憑什麼要讓他 而且講一句的 現在國民給付 我們做捷運做工作以後 都有老人津貼 給付在 不買票還要人家讓位置給你們做 人家還要發錢賺錢 不是我對老人家有意見 我也是老人家 不要把老人看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意義 就是可能他的觀念要比較 宣導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 台灣人的素質應該還沒有低到說 有需要有人提醒你啊 我認為沒必要 不愛做這種事情其實就很見仁見智啦 完全是看當事人實際的狀況啦 我覺得這個 這個很難判斷啦 我覺得 可能一半一半吧 因為有些可能真的是會覺得不愛做真的是給老人家做的 其實我覺得沒有耶 對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就是 讓座是一個觀念 像我本身是有碰過啦 就是說 不是在不愛做傷 但是就是有人說 我不舒服可以把我座位讓給我一下 可能基本上大家都會讓 很好是我同班同學 可能女生就是有時候會不舒服 上來之後 然後就看到就是 有人坐在上面就開始罵 後來我沒有去勸導 老人家就是說一下不好意思 就是 同學他真的身體不舒服 罵怎麼罵我看下去了 比你年輕的你罵怎麼罵 跟什麼事啊 你還敢這麼好都在進去 丟臉那麼好了 這很丟臉 我做了什麼丟臉的事 新聞的事才有啊 你這是現實發生的丟丟臉啦 我沒有做還受的事 我也沒有做受愧的事 就是消愧 不是你的小孩子你罵什麼罵 我這麼罵了 我有什麼罵 罵怎麼罵我看下去了 比你年輕的你罵怎麼罵 跟什麼事啊 你還敢這麼好都在進去 你還敢這麼好 不要動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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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我報警吧 不要動手啊 不要動手啊 他幫我報警 他幫我報警 你還敢追你張開 我看你罵 不要動手 你還敢這麼好 不要動手啊 不要動手啊 你有什麼事? 我弄動手啊 快人 好啦 小石是 人 沒幾乎 有一個女孩子坐不愛坐 有個老太太請她讓座 她死都不肯讓座 我看不下去 我就過去跟她講 她應該要讓座 她為什麼應該讓座 不愛坐 國愛坐是給需要的人 她年輕到 那是你家的事 她十歲 她十歲 這位先生 懂不懂國愛坐看清楚 她怎麼不叫國愛坐 你看清楚一點 國愛坐是親生 國愛坐 你不對啦 你這麼年輕人在跟你講 你還不站起來 這個女孩子坐國愛坐 有個老太太請她讓座 她死都不肯讓座 我看不下去 她不肯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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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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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為什麼應該這樣做 我愛坐 我愛坐 我愛坐是給需要的人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